这一条片最主要是讲一讲 怎样做一些专式的output 预备专式的output 首先第一样 就是 你就要有理想做那件object 我假设这件事 我们的叠环色可以在color那里 这个color的表 是用的 我们也会 要开多一个叫swatches 这个 这个 这两个都有机会要一起 并用 那就方便点 我粘在旁边 swatches 本身的用途就是 你有些常用的颜色 就会放在那里 或者常用的漸变 pattern都会放在那里 甚至砖色都会放在那里 没什么其他特别用途 假设我这个设计 可能有个蓝色 又印个紫红色 有个黄色 假设是这样 全部都没有线条 只用个面子就算了 就是这样的 这些就叫做四色印刷 这些你就照做照追 就没人理你 这些就是照追 照做这些就可以了 但你印刷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要出一些 dye cut 即是沿着边来 cut形状的dye cut 或者做个crop mark 假设我要做一个crop mark 那你怎样做呢 那我们就要记住留意 crop mark和dye cut 就一定要 就是用 我暂时呢 适当做了个框先 黑色先 那就一定要用registration color 那我稍后呢 都会讲一讲的了 那你做dye cut 你很多方法做的了 你乱弄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弄了dye cut的话 你不用弄了 当然 这样吧 那有时自己弄的 有时用AI那个自动帮你 jang出来都可以的 没什么所谓的 其实 那跟着这里有 打横也要有的 我就打横弄多一个给它吧 那这儿都是了 不过它不是很准 因为用那个smart guide 有时还更加差 那这个呢 是我想要出那个款式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其实不用要的了 因为我只要它这个dye cut位 那我先抹了 待会我再解释 那些颜色那里 如何处理 那我group了它 那如果你这份东西呢 是要印钻色的 钻色呢 有不同东西的钻色 当然有些是Pantone指定的钻 有些就不是的 那Pantone呢 你就可以在 Window里 不是 在Swatches这里 角落头这个位 那你就找到 Swatch Library的 那就应该呢 就有 哎不是 Swatch Color 哎不是 我找一下先 我都不记得了 放在哪 以前就在这里的 没有了Pantone 好像 对不对 Other Library 没有了 没有了 那就插一插了 CMYK Swatch Library 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这里 怎么搞笑的 难道我还没安装呢 但是这里 这里 这里 SORRY 哎真是 不好意思啊 因为真的太久没用了 在那个Library里面 有一个叫Color Book Color Book里面就有Pantone 不过Pantone呢 你就要留意 你呢就分一只叫Quote 或者Unquote的 Quote呢 就是你印在光粉纸 或者光纸一点的纸的 Unquote呢 就是印在牙粉纸 或者书纸的 那你要知道自己印在什么纸 那比如我印在光粉纸 那我就选Quote 那Pantone这个表呢 就很大很长的 那你也可以看 by这个 small list view 就会看到那些 Number的了 很多的 很长的 那如果你对哪一只色呢 你自己找对 譬如Pantone 拉阔一点 还要 156 124 这一只你对的 那你只需要 把它拉到你那里就可以了 那你这里 如果太多东西呢 有时候会很乱的 那所以呢 我们通常呢 丢掉它 留下常用的那些 譬如这个 14C 拉这个就可以了 那你这里都可以 by list view small list view 见到的名字 那它的名字都对的了 那你有了这个Pantone 这个Pantone 就是SportColor 那你就要记住呢 譬如你这些东西 就是用它那一只Pantone 那它到时呢 这里会出一版 菲林印的了 这三颗色的 你会出四颗色来印的了 那你就说了 我怎样才知道它是不是 一个SportColor呢 那如果这里有颜色的话呢 你只需要在旁边 double click它这里呢 其实就会看到的了 如果它这里写着Color Type 是Process Color 那它就不会印一只砖色的 那你拆色的时候呢 都不会见到的 你要把它转到SportColor SportColor 即是印一只砖色 那它会独立印一版新的版 但是你这里 构色Color Mode 不是代表你这个Pantone 是用CMYK的 它只不过就是说 这个Pantone这个颜色呢 是一个SportColor来的 但是你砖色 你都要找一些颜色 假扮是那只砖色的嘛 那你就用CMYK 来都假扮这只Pantone 那意思的 所以这个颜色你改了 不会影响印刷的效果的 当然你多一多这里呢 都可以的 那更加好一点啦 不是你自己决定啦 没所谓的 你自己构都可以 其实这个颜色 你觉得那只Pantone 像什么颜色 你就构什么颜色了 明不明啊 那么假设啦 那么 深一点点啦 或者用它Default的 那个都OK的 OK的 那么 这个呢 现在见到一个点在这里 还有你这里见到一个圆点 这一只呢 就叫SportColor的啦 那你SportColor呢 都可以呢 混色的 就是呢 叫它呢 印有网纹 淡色一点的 可以的 这些 那所以SportColor 不是只是一只实色来的 你还可以印到 实色啦 网纹啦 还有很淡色的网纹 那都可以的 那你呢 最后呢 在那个 Separation那里呢 都应该会看到的 Separation Preview 这里呢 这个表呢 那你就 看一看 你会见到呢 这里会出了那只颜色出来的 好了 假设呢 你说要加一只的玫瑰金 但是你根本就没有 玫瑰金这一样东西的嘛 在这个世界 又不是Pantone的 可能你那只金是 事但金的而已 那你怎样做呢 你都可以自己create的 那你去create一只颜色先啦 咦 首先呢 就是不要试的东西来试的 就是来到create 那么 变回DefaultColor先啦 那我首先呢 create一只颜色啦 那它会弹表的啦 你没事的东西就 那你自己呢 在这里告诉你 我要自制一只砖式 明不明啊 那可能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啦 Rosego 那这一只呢 你自制的砖 那你就要和印刷佬说 你这只所谓的Rosego 在哪一只Rosego 那你个别提它啦 那么 那这构色这里用CMYK RGB都行啦 那你譬如那只呢 玫瑰金呢 是大约呢 是可能是红红的 这样的 假设这个啦 那你记住呢 这里选了Sport Color就行了 Rosego就行了 那又OK 那你这一只呢 就不是在Pantone那里 drag过来的 Pantone drag过来呢 它给你一只色你呢 你直接用就用到的啦 那这个呢 都是专色啦 那譬如你的玫瑰金呢 想用一条玫瑰金的一条线在这里 那你认识了一个玫瑰金就行了 是吧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印刷品呢 就叫做什么呢 我们就叫它做4C 然后再加两只Sport Color 4色再加两只专色的 那你也是啦 在这个Separation Preview 都会见到的 凡乘专色 你认识了一个原点这个 就是可以见到的啦 那不过呢 就要留意啦 如果这个呢 就是你整份Artwork的话呢 这个呢 Clock Mark呢 你就不可以 好像现在这样的啦 那现在你这个Clock Mark呢 是怎样的呢 就是CMYK 每一只色都有些色的啦 那如果你按Default Black的话呢 它会这样的 变成了 那这样的问题就是在于呢 因为当你印这一份东西的时候 它有4色 就是有4张Phylm啦 另外一只砖色又多多一张Phylm 就是靠这个Clock Mark的 那所以呢 记住做这些Clock Mark呢 的粗度 不要那么粗啦 我们通常呢 就用0.25 Point 或者普遍就用0.3 Point 来做Clock Mark的粗度的 不会太粗不会太粗 还有它的颜色呢 必须要是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是什么意思呢 Registration呢 你选它的时候呢 它好像黑白色给你混色的 那黑色而已 Registration其实不是黑色 Registration的意思就是说 你印刷的时候 如果要用CMYK 再加两只砖的话 这些Clock Mark 就会在每一版的色版里面 都会出现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只RegistrationColor 在这个Document来说呢 它是有CMYK Pantone 156 和Rose Gold 这样解释的 明不明啊 所以记住了 如果要版版都出现 就用RegistrationColor了 那我讲完了之后呢 就教了你 怎样mark一些的专色 还有呢 预备四色加专色的时候 怎样output 你不明白再问了 那另外一样东西呢 我刚才都说了 很多人会经常混乱的 就是那个叫Global Color Global Color呢 是另一样东西来的 不过你要记住的东西就是 Sport Color Default 一定是Global Color来的 那你明白了 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Sport Color一定是Global Color 所以它一定是Global Color呢 其实是 只不过是AI的一些功能来的 举个例子啦 那我用四色 反转它啦 那就混了个 这样的 雨雨露露 这颗颜色 但是这颗颜色的 这个雨雨露露呢 还有这个呢 雨雨露露呢 雨雨露露呢 这两个颜色呢 我在我整个设计里面 CMYK来的而已 我会经常翻用翻用又翻用 即是说你会经常用 如果经常用的颜色呢 假设我经常用的嘛 很多地方都有啦 这样做啦 做下去啦 反正都是 我经常用的嘛 是不是 混了很多次 在不同情况下都有用 但是呢 因为我太多情况下都有用 用了很多次 如果突然之间 你有一刻 你想将这一只 就是这个43 15 1.03 想改色的话 那你很麻烦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你要首先找回这些东西出来 是不是 那你说不要紧要的 我用是呢 same fill color 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但是有时没那么简单的 你有时用了一条stroke里面 有时你用了一个pattern里面 有时你用了一个gradient里面 你找不回它出来的 这样的话呢 你要改这只颜色 然后逐个逐个找回出来 又是改双方的颜色 就很痛苦了 所以呢 这些情况呢 我们就会用global color global color 只是将一个颜色搬进去 这个swatch那里 那记住了 它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四色颜色 那所以呢 当你试一些东西呢 按这个键 mark这颜色的时候呢 mark这颜色的时候呢 它只是将这个颜色 黏给这三个人的 但是这些颜色和这件东西 是不会扯上关系的 另外也是了 这三件东西 假设我如果 弄一颜色给它吧 那我到时交色的时候 试一三件东西 mark这颜色给它呢 也是了 mark了就算了 这三颜色和这一条东西 是没关系的 那但是 如果你double click它 和它讲话呢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是用四色印刷 Polusus Color 就是四色印刷 然后呢 take了这个global 这个又是了 take了global 然后这样OK 你看到那个icon不同的 sport color是原点的 global color是一个 就像斜网纹 这个变了global color 就很有趣了 今次当你试这三颜色 然后mark这颜色给它的话 你就不可以再混合四颜色了 因为这三颜色是扯着这件东西 好像个library 纸进去 连着了 这个又是了 不用process color 是用global的process color 这样mark颜色有什么好处呢 那我再做多一点 例如这条线 这条线是global color 粗一点给你看 甚至有些时候 可能有个 有个A字 这个A字 用了可能是这个global color 扯大一点给你看 今次你就记住 因为这些这些这些 和这些这些 都是用了这两个global color 所以当你double click这个global color 拖起这个preview 通常拖起来的 当你改的时候 它会自动update 找你mark了它是global color的颜色 然后改的 这样就很方便 因为这个是color的management 比如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global color 我想录一些 那你take preview 你就会立刻看到 它 mark了那几个 然后改 所以记住 只是不要拖乱 global color 和sport color sport color 一定是global color 就是这样 当然你不知道这个 没什么所谓的 不过我通常会用global color 的 譬如你做一些design 那间公司是有几只 有只蓝有只红 是代表那间公司 那我通常会create 两个process的global color 来做 那我说了这么久 希望你明白 不会太乱了 再有不明白才再谈 拜拜 拜拜